冰飘花的手镯呢可能很多人会觉得价格太高 舍不得买 但是像冰飘花的猪链啊 平安扣这些的 其实够一够还是能买得到的 今天从市场上收回来的好东西啊 一万多的冰飘花 你们感谢吗 来咱们看一下 这个料子呢是手镯已经被人给压过了 然后现在的话只剩下三块边角料 还有一个镯心 给大家打灯看一下什么品质 来直接就曝光了 然后里面的花色呢非常的飘逸 就像那种海水里面的胡草一样的 这种种老肉系的声音敲起来之后 就是跟肝板一样的 特别的清脆 然后这几块料子咱们要做什么呢 一般人正常的想法啊 第一反应应该都是做一些牌制啊 或者平安扣 这几个料子虽然比较常见啊 但是还是不太好出 最好出的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翡翠当中的珠子 那咱们现在呢就给它开始加工 先把这些带飘花的位置给它全部画出来 其实画珠子也有技巧的 你像这个位置啊 它花色呢刚刚好在中间 那么做出来之后 整个珠子上面它都是有带着飘花的 那你如果是画的偏一点 那上面这个飘花是不是就带的少一点 做出来呢 它就会更加的清新一点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作为一个盘料的来说 还是考虑它的一个价值 怎么样给它最大化 因为飘花越多的话 最终呢 它在市场上的一个价值 它就会越高 像这个料子的话 咱们上面画个五颗就好了 然后咱们看下一块 这么大的一块料子 上面带飘花的 只有这么点地方 这边好不容易有点飘花啊 但是呢 纹裂太多了 像这个位置是不是有道裂 那裂跟裂中间 咱们在这个位置 花色最多的地方 还是可以做一颗的 那这一整块料子呢 咱们就做出来三颗就好了 然后你像这些地方 还有点位置啊 咱们不用去浪费 等珠子压完之后呢 咱们可以在这上面 单独的去做一些佛工啊 或者是叶子这些挂件 这样的话就已经全部画完了 上面应该是17颗 还是18颗左右 那咱们呢 做成珠串之后 是可以做成一串 那刚刚看的料子 是不是还有剩下一个灼心 这个灼心呢 咱们就不去做了 从中间给它画一条线过去 把这个一开二给它切掉 做出来之后就是两片 一样的都是一手料 也是曝光的 然后这个尺寸呢 咱们也不去变 因为这一期的话 咱们主要是给一些蓝粉去准备的 上个水给你们看一下 直接带在脖子上 是不是尺寸也比较合适 再小的话就有一点小气了 拿着去带牌子啊 平安扣这些尺寸一定不能小 那咱们废话不多说了 直接上机器 冰飘花的手肘呢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价格太高 舍不得买 但是像冰飘花的猪链啊 平安扣这些的 其实够一够 冰飘花的猪子已经加工出来了啊 然后我今天的特地 把原来这个镯心也一起带出来了 给你们看一下 它这个镯心跟做成成品之后 有什么区别 咱们原来看的那个边角料 是不是跟这些镯心是一样的 没有什么光泽度 然后上面的整个花色比较暗 有点雾门门的感觉 那现在咱们猪子做出来再看一下 是不是立马感觉就有点不一样了 温润细腻 而且呢还有点冰感 而且每一个上面的飘花 都是非常灵动的那种 一花一世界 一树一菩提 讲的就是这种飘花的翡翠 每一颗呢都不一样 但是当把它创成一块的时候 它呢又有点关联性 那么咱们今天这一套呢 就分享到这里了 大家如果是还想看什么样的手桌 或者是珠创挂件 都可以在评论区里面告诉我